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泽和松泰的频道 我们今天终于回到我们的studio 做节目 大家有没有看到松泰是戴着口罩的 没办法 为什么呢?因为松泰 我们延迟了一个星期才回英国 是啊 所以松泰趁着...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让她去打多一次班 所以现在... 应该看到有点的 现在松泰是整个花面猫这样的 很花啊 今次 那在香港那时候呢 叫做用一些比较便携式的equipment 大家没有看得那么清楚的 但是回到来呢 又打光灯 又上机又成这样 又高清 那就是你就会看得很明显了 那所以呢 就... 真的几花啊 是啊 这两天 她都是回复回... 我都是这样出街 用回眼来做个表情给大家看的 那我们今次呢 回去那个时间呢 整个总市场呢 都颇长的 很少回去那么久的 因为呢 本身我预计了大概三个星期左右而已 那其实还有一中间一个星期去了日本 但是因为后来是个航班的问题呢 就变了多了一个星期出来 那我们呢 最后一个星期呢 就稍微惨一点的 因为主要都是看医生 吃药 吃药和看医生这样 那还有呢 大家的朋友都要上班 花学啊 是啊 没人有空理我们 没人有空理我们 这两个人都有 那所以呢 最后一个星期呢 其实是稍微浪费了 我自己觉得 那还有呢 其实就... 如果你每一天回香港 因为我觉得呢 回香港呢 和你本身在香港住呢 是两件很不同的事情来的 尤其是你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之后回去的话呢 首先你回到去呢 你是无业的嘛 你在香港 是 你是不需要卖食的嘛 在香港的时间 那所以就变上呢 你又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因为比较难得一些 你想买机票很贵的嘛 去旅行都是这样的啦 是啊 去旅行你都是想尽量利用你的时间 你就会将自己每天的行程 逼得很默默的 这样的样子 那就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啦 那另外就是 当你其实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在香港要做的东西呢 是不需要做那么多天的 是啊 就是你其实两三个星期 你是足够做了你想所希望做到的东西的啦 嗯 那当然呢 有很多人说 不是啊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吃啊 有很多东西去玩啊 就是你眼闊肚窄嘛 到你在这的时候 你又不想搞那么多东西 有些人用我去行山 不是 你不要这么激动着 我有想过的其实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的天地真的很舒服 那我觉得其实回香港是应该走下山的 就是感觉上 哦 你继续想想先啦 你看我旁边的反应 你就知道这个计划是没可能实行的啦 是不是 那比如你说进去什么南丫岛啊 长洲啊那些 我没去过的 你真的没去过的 我本来想跟你进去的 但是 again 那些小朋友呢 那些小朋友呢 不太能走的啦 那些小朋友呢 我又不知道他们是否熬得住啊 那进去又有一点山长水远啦 你回去就总是有一种 不是很想去动的那种感觉啦 那我们这次回来的过程呢 尚算是顺利的 但是呢 的而且确 回来的时间是真的很长的 有很多人会说是因为逆风啊 顺风啊 那太阳你逆反方向走还是顺方向走啊 那会不会是14个小时啦 有有关系的 OK 就是你 因为平时呢 以我所知呢 我们飞回香港的话呢 那若莫是大概12个小时多些啦 飞回去那一转呢 就反而要快些的 即是11个多钟就到了 是呀 忘记了 这次回去呢 是14个小时45分钟啦 那这个时间是破了我这么多次 回香港直航 即是回英国直航的记录啦 14个小时45分钟是什么概念呢 我记得我当年呢 去加拿大玩的时间呢 直航就15个小时的 即是这样的时间是可以飞到加拿大的啦 那为什么我们仍然去到英国的 不是 原因是因为打仗 他要兜路啦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看了他的地图 它不是兜了很多路的 只不过是平行 然后再上咯 那那里浪败了你很多时间 那里有这么久的 不是 你的地图好像很小而已 那实际上它已经走了很远的了 那但是回来英国呢 天气又不是我想象的那麽差咯 今天是没下雨啦 天气清朗啦 亦都... 我觉得大阪冷点咯 干身 是啦 我觉得大阪是比英国冷的 是 即是我看过温度计呢 就说今天只有3度 4度左右 就是一路开车 一路都说3 4度 但是我今天穿着一件jumper就走出来 我不觉得真的特别冷咯 那我们不是停留在外面很久而已 但是就算我回了家 那天洗完凉 洗干净 干水 通常那一刻就开始冷了嘛 但都不是说真的特别冷 我觉得冷的 今天家里很冷 是啊 很久了 新冲衣情才暖啊 不是 家里是稍微凉点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冰冻呢 那又不是冰冻 我觉得不是的 那接着 家里的鱼竟然没有死 整个月哦 即是原来大家养鱼呢 就知道了 就是养鱼是可以整个月都... 我都不是种种鱼都是 这种特别硬强撞的 我们家里是特别硬强的 一条都没有死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来的 不过回来之后呢 我是有一个很大的恐惧 我一下机那下呢 我就开始不安 一路全程开车 那个胃啊 抽着抽着 不安到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呢 通常呢 你离开了你家里一段长的时间呢 你家里就会收到很多的信件 因为我每一天都见到邮差呢 有放进去我那个post box那里 那个问题就是 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那些信件 究竟你会收到些什么呢 究竟要给些什么钱呢 通常呢 都不方是好东西来的 就是小朋友就好着收信 哎呀 邮差叔叔 什么时候给信我啊 到你大了之后 邮差叔他千万 我不爱啊 他拿走他 千万没给信我 我写我的名字呢 总之看到写你的名字的 你又不知道是什么那一刻呢 你就开始发寒了 然后那些冷寒在背脊那边飙 然后回来 哇 整个招很厚的 幸好 很多都是广告而已 没有一封要我给钱 哇 那一刻 那个放松的心情 你知不知道啊 立刻整个人放松了 好了 回来呢 要讲一下英国的新闻 今天第一单呢 都挺大争议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同意 还是反对呢 那就是英国在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开始了 那将会有机会是会立一个新的税项 为什么我说有机会呢 如果开始了 那就应该是已经有了 不是有机会呢 那原因是这样的 他就不是直接就问你拿这个税收 而是呢 他需要某一些公司上报一个税项 那是什么税项呢 就是很多人在英国 无论是英国还是全球都会的 那你家里有些东西你自己买了不想要 或者你是炒家来的 我不知道啦 你总之买一些东西 你想摆上eBay货 你那些什么yahoo拍卖场 香港有什么carousel 是呀 那你未必一定二手可以是全新的 总之你有些东西想摆上网买 嗯 那然后卖呢 一般英国来说呢 你卖东西你赚到的税呢 那其实都是靠你自己self assessment去报的 嗯 那政府不会特别去check你的account 究竟你是报多报少啦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有任何问题的话 他当然可能会来调查你啦 那这个不知道啦 嗯 但是呢 自1月1号起呢 所有英国这些是网上买卖的平台呢 都要将你的买卖记录 是上报给HMRC听 哦 那是多少才要报呢 当你如果你卖那样东西 你收回来的款项呢 是超过1000磅 一年 是 他就需要将你那个记录呢 是上报啦 OK 那现在呢 就有很多方面的其他的NPR 或者是一些party呢 就强烈反对这个这样的政策的 是 原因就是因为呢 如果你是上ebay那里买东西 假设譬如我买了一部iPhone回来 我不喜欢 我放上去上网买 或者是一部MacBook那样 是啊 但是那样东西 随时本身的价值已经过1000磅了 是啊 是啊 那到你卖出去的时间 譬如我let's say我买了 我买回来是1000磅 那我可能想买多些 或者是买回差不多价钱 11001200的卖出去 嗯 那跟着他就录制了你是收到1200磅的profit 是啊 那之后他就会将你上报给HMRC 或者不是profit 是啊 那个income就要上报给HMRC 那之后他就会要求你去declare 你这一笔收入的了 是啊 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其实很多人是在这些地方 就是英国其实是很多人都会在这些地方 是有买买啦 是啊 不多不少一百几十磅这样是会有的 那我觉得 你如果连这些你都完全封杀的话呢 就是他们连少少酒盏位都没有的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比较辛苦 是啊 就是你人工或者你是租金 或者是你外面投资 那要给税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般来说 你以就这样上网买一件两件的话 是不 照道理上你是不应该需要给税行的 是啊 照道理上 那当然政府不是这么同意 政府说你赚一元都要报税啦 那但是呢 那如果我买回来的那样东西 就是我买出去是亏钱的呢 我买回来自然 那你就要declare 那问题就在于这里 你买回来的那样东西 是不是一定有保持单据呢 是 如果没有保持单据 或者你用现金买的 你怎样证明那样东西 你买回来是用多少钱呢 如果你证明不到他又要求你交出来的话 那变相你就硬吃那个税行 也是啊 就是如果他要求你的话 有很多gray area 是有很多灰色地 但是很难去厘清 就是要看他怎样去judge case by case 去judge 但是问题呢 就是政府呢 就强调 它说呢 他们推出这个政策呢 就是为了打击一些 专门在网上 每一天都在trade的人 譬如他是专门全职 炒卖这个iPhone的 专门全职是去 买卖这些游戏机的 就是long term user 可不可以用long term user frequent user 是的 那他们有很多其实是职业的嘛 就是他是天天都在做 在家里的这部机子 不停print 有这一类型的嘛 有 但是以我所知呢 其实even就算你是long term 在ebay那些地方 做生意找食呢 其实他们的收入都不是太好的 嗯 以前呢 很多时候呢 因为欧盟的关系呢 那英国有些可能特别便宜一些呢 他们可以卖向欧洲 嗯 但是自从因为英国脱离了欧洲之后呢 卖向欧洲的barrier太大了 是 那他们很多时候卖了过去 他们那边又要收税 是 那就变了 它那件货物更贵了 就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嗯 那么没有竞争力的情况下 他们卖不到去欧洲呢 那就只有本土 即是内循环都变了 嗯 但是内循环得来呢 其实就不是 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 这样demand 他们的生意已经大跌了 那如果你再 impose一个这样的新的条例下来 那他们就 就是要将所有的交易记录 全部都要上报 然后再declare税行呢 那可能会对某部分人呢 会造成一个经济压力的 那这个新的这个上报system呢 就不单止只是crack down一些 ebay 或者买二手东西的地方的 譬如如果你是有一间airbnb啦 那你租出去的话呢 那你都会是需要上报啦 嗯 那另外呢 就是譬如是 你自己弄一些homemade的second can clothes呀 或者是一些首饰呀 或者是你弄一些甜品呀 放在上网买呀 那那些地方呢 都会需要上报的 又或者是一些private的白牌车hire呀 又或者是一些 就是food delivery呀 就是送餐呀 又或者是一些freelance的work 譬如我们之前不是介绍过的website呢 那就请人来做一些 譬如可能是做graphic design呀 IT呀 段job計那些呢 那将来呢 只要你在那些网上有account呢 他们都会自动上报给HMRC 你们本身是有多少transaction呀 那个transaction是否大到 它需要去注意你呀 等等等等的 那他上报的资料呢 也都会包括了 你们个人的tax id啦 也都是你的银行户口的资料啦 还有呢 你究竟总共total 又做过几次transaction啦 每一次transaction的金额呢 这一类型的资料呢 都会是被上报的 好了那第二单新闻呢 这一单也挺特别的 我没想过英国警察会是真的捉这些人 那就是呢 话说呢 最近呢 英国很多地方都有水浸呀 那又下大雨呀 那一下大雨呢 那你的马路旁边有很多大水毯的 是啊 那那大水毯呢 最大问题呢 你的车一剪过呢 哇 那些水不断周围飞呀嘛 那 但是呢 周围飞之余呢 除了对你驾驶有影响之外啦 那也都令到呢 那些行人使用呢 是非常之痛苦啊 是啊 尤其是 很危险的 尤其是呢 在一些 譬如那些乡村路啦 那你通常 行三十的路 旁边有些行人路 有些最坏的呢 就是一条斜路斜下去 刚刚好一个凹位呢 就有个水毯 那个行人 刚刚好行过的凹位呢 那个车一剪过 全身濕的了 全身 你试过吗 试过 由头濕到下 有 这么坏格的那些人真的 那很多时候他不是特意的 有时候真的看不到的 那试过 今天呢 就有一单 就是这个BBC报道出来的 那就在这个Darbeshire呢 就有一个家庭 那就三四个人 有孙儿啊 又推着BB车 有脑有乱 有脑有乱 有个儿子六尺高了 已经 那见到一辆车 在冲着 那他旁边就是一个大水毯 他们就已经在那里 挖着手 不要呀 不要呀 你不要 飞下来 是 那个人不理 还加速 啪 这样飞下去 那些水 全部浅了 那整家人那里 是 那个儿子六尺高 由头濕到脚 那些水 飞得高过个人 是啊 然后那个BB车 全架濕了 很高啊 是全家 那几个人全都濕了 那跟着呢 那他们竟然 他们报警啊 他们报警 是啊 他报警 他报警 警察追啊 追 警察 直接追啊 那现在就没找到 暂时没找到 那但是呢 警察现在是 缩拿着归案 那原来呢 根据英国1988年的 Rod Traffic Act呢 是犯法的 我知道是犯法 但我不知道是犯法的程度是怎样的 那现在跟大家讲一讲一讲 就是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 而又被人捉到的话呢 你那个罚款呢 最高去到5000磅 还有呢 5000磅 一次过记下9分 9分 9分 是严重罪行来的 是 罪行是crime啊 直接是 我知道 我知道有这么多 就是比你冲红灯罚得更要劲的 哇 那我觉得是的 说真的 你冲红灯啊 你都未必会引致交通以外 你这样吹到别人那里 这个是 贱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看不到的 有些哄的 很鬼暑的 有时候你以为很小 那你就走慢一点 怎料那个床这么大 那你不小心的那些呢 就是你有得分的嘛 如果你不是走得很快 你明知有水冷 你慢慢走 是不会片到那么厉害的 就是片到6尺高以上 整家都湿了 那些是不能遥暑的 我觉得就 我有个经历就是 有一年 我和我爹地 铁车不知道去哪里 又是 看 挂着聊天 完全看不到周围有些什么 那挂着聊天嘛 怎料下下 整个汤子掩下来 你就当是洗臉 真是很大的那汤子的 有时候最怕是什么呢 有时候怕 譬如那些马那些 拔完那些汤子 不要那么快 接着刚好那里有个水汤 不过刚好 水泡得很骯髒 很多泥 全身都是 黑黑 很depend 你在哪里 因为 如果大家在英国 铁车铁得久 你都会feel到 有一个问题在英国 通常你在英国才会遇到 在香港不会遇到的 就是 我在香港也有问朋友借车 也都有很大雨的时间 我发觉 即使在香港 譬如铁完的车 两三个礼拜都好 它那种骯髒 最多都只不过是 有一片片黑色的东西 很容易洗得掉的 写不到字的嘛 写不到字的 你很容易找水是能捉得掉的 英国不行的 英国你刷完那些水汤 不要说你自己刷 被别人刷到 哇 你直接回到家 看到 看到旁边有一片泥瓣 好像泼墨 泼在你的车上 而你是没办法 就这样用清水可以洗得了 肯定要吐 这个就在英国 铁车的痛苦了 因为有很多香蕉路 很多泥瓣 泥瓣 混合水 就变成泥水 上次我们去大阪铁车 铁车铁车铁车 一星期也不骚髒 完全没有 下很大雨 在大阪有一天下敬帝 那时候还很干净 跟好像没开过 没分别一样 不过我们刚刚回来英国 那辆车放在那里 都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都有几多问题出现 譬如就是我车今天 我一开出去的时间 就发现那个brake就 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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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踏brake 一踏brake就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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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的车泊在户外的地方 尤其是英国的这么湿 这么冷的地方 它很多时候那个brake的 那个brake的碟面就生瘦 那就变成了 你两个碟碟面夹上去的时间 那个表面就很不平均 所以就会出现 感觉上就好像车就是散了 但是如果大家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那你都可以尝试这一招的 就是你开车的时间 你必须要安全的地方才可以做 就是你可能开快一点点 然后你就重点那个brake 重brake它就让它那个碟碟可以磨走 它那些碟碟上面表面的瘦粉 就令到它下面那一层没有瘦到那一层可以外露 那你多做几下那辆车就自然是会 那个碟碟是长远就不会再穷了 但是因为我今天出去的时间很短 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我出去买些东西 十分钟那样 那回来那一转就好一点了 就是去那一转我们就感觉 那一辆车是能不能开的呢 就是那个碟碟是窮得很厉害的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留意的 是一招都挺实用的 通常一辆车你如果内部没开 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或者你一入后波你想退车 或者想走前的时候 你会听到那些机械 总之就好像车就要裂开那样的 大家不需要担心 是因为那个碟碟上面 表面那一层薄膜就生瘦 那你摸一摸平它那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件要跟大家讲的新闻 就是关于这个东方的雪兽 Beasts from the East 又再出现了 每一年它都会来的 每一年都是from the East 好像新年那只武士一定会出现 每一年那个Beasts Hi 我又来了 一定是from the East 不认为最近这几年特别多的 是啊 就话说我们过了一个 都不算说冬的圣诞啦 可以用暖来形容 是啊 十四五度嘛 不知几十年来最暖的圣诞 所以以后 Ledbrokes那些赌博公司开盘 说圣诞究竟会不会落雪呢 大家记住忍忍手啦 因为通常都会被人唯息通吃的 要小心啊 但是过了圣诞之后呢 一定会冬一会的 这个是必然会出现的事实 尤其是去年不是很冬的话呢 今年会很冬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十分之高 还要再加上前卷不是很冬 那就是冬的那一卷就会在后面来了 这个纯粹是我个人呢 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的经验而已 是跟任何逻辑 和这个科学呢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用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 主要就是因为我住了这么多年 我感觉上呢 就是这样了 你可以信也都可以选不信的 Anyway啦 最近就有最新的消息呢 就说呢 在一月中 至到一月底的时间 就是譬如是 十四五号啦 一直去到二十几号的时间呢 英国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冷了 其实明天呢 英国都是只剩下零度 一度左右啦 这时候中部已经是这样的气温啦 那就好像再过了一两天就负三度了 嗯 那现在呢 就去到一月中的时间呢 就可能会迎来大量的降雪啦 和一些冷风 冰风 冰风出现啦 就是一些结了冰的寒风 我听到都觉得冷啦 就刺军啦 那会有几栋呢 根据这个气象局的预测呢 是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呢 是会去到介乎-6-9度的 那这个是苏格兰那边而已 是啊 那我们英格兰这边是怎样呢 我们英格兰这一步呢 就会介乎-3-5度的 哦 但是那个降雪呢 听雪啦 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出来讲啦 这件事我们每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预测 有几时下雪 有几多雪 还有落几多雪嘛 是啊 每一份报纸每一个礼拜都在预测着这件事的 有很多的报纸就说是会有机会去到10个CM的 10个CM都颇高的了 这么多雪的 不见了脚那种 那我觉得一年怎样都要落一会才有冬天的气氛的 是啊 大家听着先 下不下雪我不知道 大负数就一定会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水汤在这里 是啊 我怕水汤结了冰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今天在Hedro回家的时间呢 看到旁边的草地呢 原本应该是草来的 但是变了池塘 然后我看一看我的Google Map 那里不是蓝色的 没有水塘的 为什么 为什么旁边全部都是水来的呢 应该就是因为之前落雨而造成的 前排应该非常严重 那我家里呢 就因为那个暴雨 就将我整个屋顶那些青苔 就吹了落地下 整地都是青苔 整地都是青苔 而且是一块块沥了水的那种海绵的状态 还有一粒粒的 一粒粒海绵状态的青苔 但是我的Roof呢 也都多得那风暴呢 是帮我彻底地清洁了的 那我今年又可以省下 不用找人来搞屋顶了 不过说起呢 回到家里呢 我也都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情况 在家里 譬如是我洗澡的时间呢 我就发现呢 开头那两分钟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 原来放一个月呢 静止了 你放一个月 家里的水就会变成黄色 那所以呢 大家设计了 你如果出去度假旅行的话 超过两三个星期 你回家 一开花山你不要冲进去 你冲进去呢 整个头都是那些黄泥水 那你等它flow了之后呢 才会冲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会不会有些comment 可以给个意见我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就是呢 我家里的楼下那个 楼梯底的那个厕所呢 嗯 黑色的哦 那个厕所 是啊 里面冲水的位置 我原来走的时候 洗得很干净 走之前 松太是洗干净了才走 回来的那个位置呢 是整个变了黑色 那这个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明白 怎么解呢 又没有说有臭味出现又没有 那但是呢 就见到有些积呢 是积了在那个 那个厕所缸的旁边 去水位的那个位置 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它为什么会 就是 你平时一滩水的那个位置呢 你无论怎么冲呢 里面都是黑色的哦 我收楼我都没见过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家里 我们都是第一次而已 是啊 我们都是第一次 之前都有离开过啊 都有离开过超过一个月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 这次回来呢 是变了全黑色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答案的 不妨呢 都在comment section 留言告诉我 好了 anyway了 因为呢 刚刚下机呢 实在太暗了 所以这条片呢 时间也都反映了这一点的 是时候呢 跟大家说拜拜 跟着去睡佼佼珠啦 anyway 大家看完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 什么时候出片了 下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